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道 台电公司从民国58年起 为了提升公司整体技术水准 每年都会举办电力工程技术的技能竞赛 今年的2月4号上午 第47届技能竞赛在台电高雄训练中心胜达登场 共吸引了848位员工参赛 资深前辈与新竞同仁在竞赛中互相切磋观摩 在一同精进技能的同时 也传承了稳定供电的使命感 2月4号上午 台电公司第47届技能竞赛在高雄训练中心举行 由李红周副总经理主持开幕典礼 黄董事长也特地出席盛会 今年度的技能竞赛共有848位员工参赛 由前辈带领着新人在竞赛中互相切磋观摩 除了来展现台电遍布在全省各地 各工厂各书配电 非常多专业的技能要落实之外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至少展现老师傅对这个技术执着的热忱 跟他的信念跟他的精神 跟他的重要 另外一件事呢 当然就是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我觉得这个背后的精神 是台电最重要最需要传承的东西 本届技能竞赛共有团体组8类 个人组17类竞赛项目 并特别开放来宾体验 剪铁线锯电缆等基本技能 也安排输电线路高空作业量点示范 呈现铁塔高空作业的迅速与专业 让来宾更加了解台电员工 平日的工作内容 台电的列表呢 有所变有所不变 不变的是我们对一个电力技术的提升 的坚持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这不是我们之所以要 持续不断地在每个人要 办成技能竞赛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竞赛的主要目的是要 获得好成绩 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 每个学者在互相观摩学习之后 如果把这个观摩学习的心得 带给工作岗位来提升 我们台电的一个竞争力 从民国58年开始 每年举办的技能竞赛 可说是台湾电业技术的最高电堂 也是台电现场工作的缩影 在以创新精进 传承竞技为核心精神的竞技场上 老干新知将技术与工作典范传承延续 回到工作岗位后 他们也将更有能力为台湾提供高品质的稳定电力 台电公司高雄报道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